受貨警示故影響 馬國廟正殿即時封閉 其餘就照常開放 馬國廟慈善直理會說 暫時未能點算損失 年初三尺口 按習俗不去辦言 不少居民都會去廟宇祈福 有居民到馬國廟之後 才知道正殿暫停開放 我們想去拜祂都裝到香 都OK 覺得影響大不大? 少少 怎麼也有 不要緊 因為全面都有地方是天候 所以是一樣的 有心就可以了 他剛剛來告訴我裝修 我來到才知道 我每年都來 好像差一點 有附近的香足蕩蕩主 對今年的經濟環境有所保留 加上發生火警 預計新春期間的生意額 會下跌兩至三成 今天會有少少影響 因為始終大家來都是為了我媽 馬國廟宇祈善直理會主席安曼城說 因為火警現場還有餘溫 暫時未能點算損失 又說這次是大教訓 未來會配合文化局和消防局制定新的防火指引 而歷史文的關注協會理事長鄭國強指出 農曆新年前 政府已經巡查多間廟宇 包括馬國廟 他認為當局應該完善巡查 和相關的檢驗制度 他指出韓國、日本等地已經禁止在廟宇內營點香火 他建議本路的廟宇在具條件的情況下 可以安排線上在殿外制敗 澳門電視台記者黃曉智多